好,今天這一課主要就是講這個Business Ethic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Business Ethics就是商業道德,而Social Responsibility就是社會責任 特別在現在這個營商的環境之下,我們說商業並不單單只是為了去賺錢 賺錢之餘呢,我們說作為一個Business 其實都需要去符合一些的商業道德 另外還有就是可以進一個企業的社會站 而企業社會站我們說現在簡稱叫做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那這兩個的項目都會在這幾段影片裏面做一個解釋的 那先讓我們看看什麼叫做Business Ethics 所以道德來講呢,有一個Defination Defination呢,就是各位需要形式,而通常會在這個Multiple Choice 上面其實都出過了 那什麼叫做Business Ethics呢 那主要就是A set of Principles and Values and Belief 那就是一些的原則,或者價值觀,或者信念 那which government business behavior is the general action that confirm the general norms 那norms是說是一個社會的一些約定俗成 那就是在這個社會的道德,或者價值,或者信念之下 那究竟這間企業是應該怎樣去持守一些的行為,或者一些決定呢 那這個就是我們俗稱的商業道德,可以嗎 那它其實是一種的價值觀的判斷來的 我會覺得,如果對我的理解來說就是 那當然了,你會問那什麼位置有收入道德啊 那是不是就是很簡單的,企業捐錢 那或者去做很多的善事,或者可能是派一些員工出去做義工 那是不是有收入道德呢 那我想每個人的定義都不同的 那但是在我,如果作為我去看的話呢 那我就會覺得其實商業道德就是 一個企業去憑著那個的企業良心,我們說去做 那譬如,如果一位同學有看過一些新聞報道的話呢 那可能是在深水埗啦,有一間有一間私立店叫明哥 那它現在就去派飯的,OK 那專門就是派給那些深水埗一些窮等人家啦 另外還有,現在很多餐廳其實都會做一些叫做 代餐券啦,那或者就是給一些需要的人呢 那譬如要來吃飯的時候就可以,由於將餐券已經預先給了錢的啦 那所以你只要那個人有,窮人有需要進去餐廳呢 就已經享用到它的飯菜 那我自己覺得這些呢,其實就是有需要進入商業道德的一些例子來的 那又或者,就有其他很多啦 那我相信同學呢,可以自己去發掘一下啦,OK 好了,那... 那當然你會說,喂,那究竟 做商業道德就是一個ethical的practice啦,OK 可以不可以 ethical的practice,那究竟對於 這個企業有什麼positive的影響啊 那當然這個是to the business啦 OK 那你會說,喂,有什麼好處啊 那大家看看啦 那第一個呢,我們可以enhance enhance一個的company image reputation 那就是說呢,可以提升到你家公司的形象啦 OK,形象是可以得以提升的 那就是說,有時候可能很多時候我們 那就是,企業形象呢 其實就是,可以透過這些的 呃,符合商業道德的行為呢,就可以去提升啦 那,舉個例子啦 之前呢,就,呃,應該發生了一些不太開心的事件啦 就是說,在這個,牛頭角的那個,那個,那個迷你倉的大火 那呢,就,呃,娛樂圈呢,那些人就走去唱了一首 拿著筹光,吼還是拿著一個 手機的燈,然後拿著一些白紙 那就向前線致敬 那就弄了很多些,呃,公關的問題出來 那只是讓那些人快別的,欸,啊,不是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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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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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可否叫做一个行业的行业 其实都是代表他的公司 他做一些事情 都可以提升到他的公司的形象 或者是他个人的形象 第二 提升客户是关于社交财务 如果你特别是可以吸引到一些顾客 可以令到一些顾客 社会责任的 可能有一批顾客都是需要去买东西的 例如说原来你那些 举个例子 例如说原来你买的咖啡是叫Fair Trade Fair Trade就是有公平位买回来的 我们特别会支持一下这些店铺 或者我做一些原材 可能是直接用一些比较高的价钱 向一些农民买回来的 可能会得到一些商务的支持 或者可能是有些做衣服的那些 那些原材料是怎样做回来的呢 那些人现在不是单单只看产品的质量 那都会看看 到底怎样做这种产品的背后 究竟它那个 呃 的方式是怎样的呢 那些客户都会去留意去看的 尤其是在这么资讯发达的年代之下 好了 那还有 那还有 那可以令到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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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呃 中诚度来说 就是 如果你特别是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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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的话呢 那其实都会令到 呃 可能你 哦 你对于 一些特别好的公司 那可能都听过 譬如说 呃 他们是会有30假的啦 那又或者 可能 呃 去到某一些的 特别提出一些员工 譬如可能他 呃 呃 病啦 那他给他去 呃 特别是 可能公司给福利去医病啦 那又或者 可能他给钱去进修读书啦 等等 那这其实都是对于员工一些 很体贴的一些行为来的 那 那所以这些员工 其实会特别 呃 呃 喜欢在这间公司里做 那于是就可以 improve他的 moral是士气的那意思 ok 行不行 好了 好了 那跟meet proper expectation 那现在我们对 特别是对于企业 其实都有一个的 呃 不单单只是说 是 你提供一件产品 或者服务 那么简单 那就是 有个 便宜 或者好就是 就是质量高 就要看看你背后 可能那件产品 怎样做出来啊 或者你怎样对你那班的员工啊 或者 会不会 举个例子 譬如说可能是 呃 港铁那样 港铁它是一个 就是 那些人都觉得 它是一个 工营的企业啦 那它会不会是 赚那么多钱的时候 还会不会 可能 有一些减价的空间呢 那 还是说 其实可能 它给一些优惠 只是一些人觉得 都有一些 少因少为呢 所以那些人都会看一看 那它是不是有个 business ethics的出现呢 我肯定 那 那至于 喂不是 at first at first 的意思是 就是一些 坏的影响啦 那我们 这个就是正啦 这个就是负啦 是吧 那很愉快 那都要看 uneffective的事情 那怎么样 那第一 当然就是 相发 harm啦 会影响 就是会令到你那个 商业的声誉受损啦 那 还有可能 那些customers 就不会再 买你的东西了 lose the customer confidence 就是customer 对于你这间公司的 信心呢 那可能说 呃 我见过这些例子 譬如说 有一间的 烧肉店的 那它之前呢 可能被消委会 或者被一些人 呃 呃 原来它每一碟 肉的 那个 黑素呢 是被它在 呃 那个menu上面 就是 餐牌上面 是为之少 那现在特别 出了商品说明条例啦 那所以变成 它呢 即刻就 可能令到公众呢 就会对于它的产品 就会失去信心 那于是它做出一些 的 補救的行为啦 那另外就是 compensation 可能会有一个 的索偿 或者一些的補偿 那 可能是 有些的補偿 那 例如说 可能是 你出那样的 产品 甚至是令到人家有 損伤的 那可能 呃 或者甚至是受损 那 那 人家会向你有 赔偿的 那 甚至 可能甚至会有些什么呢 有些叫做law suit ok 那 什么叫law suit呢 law suit 就是訴訟 ok 那 有些訴訟的情况 发生了 那 于是就 可能会 令到你家公司 就 有些法律的问题了 ok 那 我们说这一个呢 就是第一版 收入道德 那 所以你总要记住些什么呢 那 最简单就是说 记得 那个究竟那些好处 或者一些坏处 那 那 总括来说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 形状的问题了 第二个就是说 对于顾客 对于你来说 第三个就是说 究竟 那 那 不是 你这个的 呃 呃 呃 这 勉 Kang milk 那 现在